人们对于VX神经毒剂印象最深的样子 可能就是1996年的美国电影《勇闯多米岛》中 那充满整个导弹的神秘的绿色毒药 VX神经毒剂这种物质的首次出现 是以杀虫剂的身份出现在了诸多民众的家中 上世纪三十年代 德国人发现这种物质 不仅仅只是在杀虫剂方面能够起到不错的效果 甚至还会对人类及牲畜造成伤害